民調這個叫民主文教基金會 他說有48%的人 都不支持郭台銘參選了 郭台銘參選就保送在經德了 郭台銘就說這是媒體不公 媒體就在批評我 對我不夠友善 我也不是傻瓜 下面這句話滿重要的 他說今天只是整合的過程 如果我不出來 民進黨反而穩贏的 你原來我不出來 你們國民黨侯友宜跟 柯文哲有贏賴欣德嗎 沒有 我出來 搞不好他才覺得還可以 應該整合 所以我只是整合的過程 你不要看我現在 搞不好有一天我就講說 我不選了 大家來整合 他沒有這樣講 這算是你家的 不 我今天要解釋 什麼叫這只是整合的過程 對不對 整合過程 我如果很高到時候 你們就大家支持我們 如果我都不夠高我支持你們 這叫整合的過程 其實還沒有到那一天 是今天 你不要看今天 他講這話我覺得 不要曉得他這話很重要 今天這只是整合的過程 你們急什麼 你想太多了 他是要講六個字 我給錢 我不選 還不到時間 慢慢等 因為郭台銘 他如果不選 他隨時可以下台 大家都說他怎麼不選 我以大局為重 不選就是了 怎麼下不了台 大家都知道很好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不會 你一個很聰明的人 竟然走到今天還沒有學乖 郭台銘就是一句話 先讓大哥做事 他希望這樣 希望這樣 對不對 但是不一定能達成 他希望 他可以提出他的希望 不 我的意思說 他今天講這句話 大家要注意 特別講說 今天這只是整合的過程 我覺得這句話是有意義的 這不是亂講的 你看好了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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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overinterpret 你說我引導interpret 你看好了 對不對 好 那麼 這個 郭台銘身邊的人說 現在都不相信民調的 因為記得韓國瑜那時候 要蓋牌 民調不接受 他都不要接受 就不要接受 那郭台銘到市場 拜票的時候跟那攤商講 外面的民調不要聽 那會不會做的 那郭台銘今天有說 副手有四個條件 能力要比我強 看什麼能力 賺錢能力不會比你強 看什麼能力 政治能力 肯定是女性跟我互補 還要跟我有互補性 女性還要跟我互補性 盡量減少政治色彩 另外曾經有媒體說了 他找林志玲當最美麗的副手 郭台銘就被人家講 你不吃人家林志玲豆腐 我們現在日本好好的做家庭主婦 那郭台銘就很生氣 說我郭台銘 這個本來 我當然是政治麻煩 我沒有政治包袱 我不會貪污 全心全力為台灣做法土地拚命 另外所以媒體當時有笑他 說你喝不成整合咖啡 是不是改吃林志玲豆腐 他對這個很火大 另外他們是說9月先立委 10月再談總統 說意外加速他們 但是我覺得要談就一起談 哪有先談立委的 這個我補充一下 你說 這個是藍營高層放的空氣 我覺得放這個空氣是不聰明的 因為9月跟10月它的目的 我覺得整個談話的重點 就是說總統非得等到10月 要嘛就實際不成熟 因為那時候大家互相之間的民調 還沒有穩下來 這要該放多少條件 要該接受多少好處 還沒辦法講 9月談委員這個 這是陪襯的話 因為委員其實沒有什麼好談的 全台灣國民黨願意讓給民眾黨的 就是蔡碧如那一區 蔡碧如那一區他也不會上選 對不對 那是深綠的區 所以9月要談委員 只有一個人是實質受惠 那個人叫做游俗惠 基本上我認為 基本上立委跟總統是一起談的 譬如說總統誰政 誰富 富的那個人也許說 我不分區立委多讓你兩席 或區域立委讓你 這個我聽不懂 你分開總統 不分區立委怎麼讓你講清楚 你講了你就要解釋 我不能在這邊講細節 親民黨跟國民黨 當然怎麼合作 親民黨跟國民黨怎麼合作 怎麼不行 當然是可以的 當然可以 什麼不行 到你們嘴裡統統不行 我們看一下 市長外訪跟台湘坐下來談 但店家準備了這碗米粉湯 總統先吃吧 我現在慢慢學著不會上當 你就要看我的事項 拍大的事項 然後配合你們的 來修理我的政策 不知米粉湯是為了保持形象 只是2024大選要想參加 13號到17號連數受禮 副手人選必須同步登記 郭台銘說這人選已經確定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能力要比我強 第二 你們猜對了 肯定是為女性 最後一點是 盡量減少政治的色彩 不同政壇挑人選 又是女性優先 只能暫時透露到這邊 我希望替大家來服務 市長肯脫一位換過一位 但未來有沒有服務的機會 我們這個市長的主委就講 他們都不相信民調是真的 我問他們說 你有誰接受過民調 幾乎沒有人 所以真的民調不能撤出主流民意 其實民調不友善 接著郭董再對媒體開戰 我只要講錯一件事情 你們就回去修理 那我回去呢 好讓你們的老闆有交差 你們這種態度對我沒有關係 面對媒體主起一道圍牆 儘管受訪氣氛越來越將 郭董想講的沒人能夠阻擋 你們敢登日記號 我覺得你們回去 那我就以後再接受你們的訪問 不然我以後再也不接受你們訪問 來 各位 其實我剛剛看民調 說懷疑 是不是支持賴清德的人 有策略性跑去支持郭台銘 因為我也是看T台民調 賴清德目前民進黨支持度是78% 那郭台銘只拿到民進黨的5% 那郭台銘是增加了 賴清德是跌7% 我認為賴清德跌應該 還是有他本人的部分 不是說都是策略性的轉移支持郭台銘 就是他那個訪美效應大概就淡化了 那未來你也看不到賴清德還能夠去打 台美關係的議題 可是他回來就回到執政的包袱了 而且這個執政包袱 我認為議題會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強烈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會緊張 緊張就是 比如說他如果跌到35% 因為我最近看柯家侯的民調 開始又開始拉開了 除了美利島之外 大部分都是柯家侯領先賴清德 5到10%左右 多 多 多出5到10%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會緊張 因為這個態勢 我難以想像他有扭轉的餘地 比如說未來你可能碰到兩岸的議題 大概就是10月要公布貿易壁壘 可是這個是老共那邊 第一次對台灣打經濟牌 以前都是什麼軍演牌 政治牌 都是反效果 這一次就難以判斷 就不知道說這個貿易壁壘 如果王美花回應得不好 賴清德會不會失分 如果他面對這個議題 還是打抗中保台 這樣會不會得分 我就套用你的話 其實賴清德從選戰開始到現在 他是很謹慎 他穩扎穩打 沒有什麼大瑕疵 但是你強調的 大家選總統要選一個希望 你要帶給我們期待 國民黨沒有人可以做到 但是賴清德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對不對 所以真的大家對明年1月的大選 其實是滿無奈的 賴清德他提不出避戰的策略 不是 就是說這樣講 對在野黨不公平 賴清德是執政黨 你做過行政院長 你是做過副總統 你是現在的 你已經大家沒有期待了 你在野的至少還有期待 怎麼會沒有期待 再來提出一些政權 你不知道他做到做不到 但是賴清德已經證明 你是做不到了 否則什麼叫執政黨 什麼叫在野黨 你們通通做不到 對不對 那是怎樣 對不對 他已經行政院長都幹過 行政院多大的官 中華民國最高的行政首長 一年兩兆的預算抓在手裡 兩兆的國運事業預算抓在手裡 你做了什麼 你現在副總統都沒聲音 什麼功能都沒有 你還是民進黨主席 你都沒有 對不對 那期待什麼東西 當然對在野黨才有期待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做不好你就下台 民主真的不就是這樣子嗎